近期,黄景瑜云云被曝结过婚 结婚对象是大黄景瑜六岁有过一次婚姻,并有一个女儿的画家王雨昕 还有爆量称黄景瑜因为家暴,与前妻王雨昕离婚 而黄景瑜方面否认有过婚事的消息 对于此前被媒体拍到的脖子有专和画面解释 为止长期练柔术出现的小伤 当然练柔术为何练出默酷似抓狠的伤口 网友们也无法理解 或许真的是不小心刮伤也可能 与许多表示质疑的网友不同 粉丝们坚信黄景瑜的为人 相信这个刚走红的年轻人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偶像 然而11月初开始 就有网友不停爆料黄景瑜结过婚 还刷出了一系列证据 这些证据中有换黄景瑜 与王雨昕一似结婚仲见照的合影 合影被私称了了半 该网友还刷出了黄景瑜 与王雨昕的亲密合影 这些照片有不少都是在车内的合影 有一体都封道 在车上热闻道 其中还有一张两人相依相靠的生活照 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 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该网友爆料王雨昕与黄景瑜的婚姻 遭到演员张艺上的插足 直指黄景瑜对不起王雨昕 声称黄景瑜唠唠去世 实施王雨昕代替首相 而黄景瑜却在北京跟张艺上开房 该网友问了证明张艺上与黄景瑜的关系 还晒出王雨昕朋友圈截图 从截图可以看到 王雨昕家中插了许多鲜花 布局精致 还有一个落地窗 而张艺上的一张自拍 与落地窗 跟前的背景非常相似 因此该网友趁张艺上的自拍 与王雨昕朋友圈照片吻合 录制张艺上跑到王雨昕家里自拍 还拆散人家家庭 该网友给自己起名 凹凸不平 似乎是专门在为王雨昕鸣不平 该网友声称家暴是真的 有图有公安记录 很多人以为该网友便是王雨昕本人 然而该网友却辟调 真不是王雨昕本人 对王雨昕本人表示了抱歉 希望王雨昕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 并劝说王雨昕 善良的人应该被温柔对待 请你收起对人家的善良 从口气看 该网友似乎与王雨昕相识 而且关系不一般 否则也无法拿到这么多重要的图片 该网友接着放话 让网友们继续吃光 家暴图文整理中 对于黄景于粉丝的谴责 该网友毫不畏惧 否则自己造谣 还谈起了法律 看着架势真的不畏惧 黄景于要真的刚起来了 对于该网友的爆料 黄景于的粉丝们显得异常团结 纷纷表示相信黄景于 还调侃爆料人士的说笑话 坚持认为这些照片是P图 光线和角度都不对 然而接下来 黄景于王雨昕更多亲密和影被曝光 王雨昕因为在黄景于怀里 感情顺势甜蜜 其中还有两张大合影 一张是黄景于与爷爷奶奶 父母的全家福 还有一张是王雨昕与黄景于家人的合影 两张合影许多人物都能一一对应 大合影的曝光 让许多网友认为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简直和一家人一样 似乎也验证了两人结过婚的消息 而接下来得了就更加猛烈了 网友付出了王雨昕陪同黄景于工作的照片 照片中王雨昕站在黄景于旁边 即使戴着墨镜也能感受到那美丽的颜值和出众的气质 网友还曝光了黄景于与王雨昕 一同参加朋友婚礼的照片 王雨昕和黄景于曾在微博互相赏爱 黄景于是仙人展开花的照片 兴奋的说 我的仙人展开花了 而王雨昕晒照发文说 花一开码就相爱 2016年黄景于去干了走红台 拍摄的许多写真中 隐隐约约都能看到王雨昕的身影 黄景于脖子抓痕的照片被曝光后 一次王雨昕的网友也晒出了被打伤的画面 由网友提醒 一次王雨昕的网友感谢道 谢谢提醒 之后换了4567波女人 再后来现在张艺上 北京同居大半年 你们不知道的是太多了 对于我自己 谢谢你们 虽然这名一次 王雨昕的人对网友的感谢暗示了黄景于出轨 但其之后的回复 却否认自己是黄景于的女朋友 而网友们并未联想 倒不是女朋友那会不会是妻子 总之当时这一回复事情就暂时平息了 经过网友们的戏吧 发现这名疑似黄雨昕的人晒的许多照片 与黄景于晒的照片背景相同或相似 而她也点赞了许多关于家庭暴力的评论 黄景于脖子上的抓痕是从北京飞往香港时被拍的 而黄雨昕的坐标也在北京 网友还吐槽黄景于在法国购物都刷的是黄雨昕的假 而这名疑似黄雨昕的网友 接下来与网友的聊天 也直接证明自己就是黄雨昕 聊天内容涉及出轨 家报 而黄雨昕有一段时间疯狂点赞张艺上的微博 还发文案粉张艺上 跑到她家里自拍 怒气张小姐享受热搜 这与之前网友的爆料不谋而合 黄景于与张艺上交集的竹丝马迹 也被网友发了出来 看了这些证据 不知黄景于粉丝是何滋味 而黄景于本人是否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进行回击 请看